啊 哈喽芒果 不来不来不来 那完了 滑了 这这几个 没打招呼 再来一次 哈喽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磊 意犹未尽吧 然后也感觉收获了很多 那个叫鸟不拉式 那期让我印象最深吧 因为我记得有一期 真正的关键人物K是伦哥 然后伦哥在那期节目里面 他扮演的是我的哥哥 然后那期呢 其实我也 最后投票结果 我投给了我自己 我今天保护了我哥一天 但是我不可能投票 因为你让我哥 他为了我的智商 他付出自己的健康 那天那个故事 给我留下了真的很深刻印象 也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 就是何老师的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睿智 就是全程高能 如果你都很聪明 无所不能 完美 然后伦哥的话 你会觉得他比较 没有像电视里面那样子的 八道总裁 他其实在你私底下 是一个比较暖心的大哥 那思成姐的话 也是非常好这个姐姐 还有 还有学姐 学姐 怎么说 学姐其实有给我一点反差 因为在看他的一些节目的时候 你会觉得 学姐是一个非常 心动力特别强 逻辑能力特别强的人 但实际你会觉得 他到了节目的时候 他偶尔也会出一点 出一点小乱子 对 大老师 大老师 一如既往的大老师 会想演员吗 永远都是要挑战自己 对 就是去挑战不同的角色 回归到大侦探里面的话 我会希望 有机会能演一个 我是大侦探里面的NPC 因为我觉得NPC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可以躺在那里躺很久 首先他们真的很辛苦 也很经验 而且他们不会笑 你碰他 你拿他痒痒 你给他摆摆他 就是恶搞他 他都不会笑 不好意思 我们真的不是恶意恶搞你们 就想测试下你们 真的会不会笑 他们真的不会笑 真的很厉害 NPC真的很强 けど 猪灵 漂亮 我